这个男人刚出门就一口老谈吐到女孩身上 女孩立刻叫住他让他道歉 可男人却不懂得怜香惜玉 一拳把他打晕在地 女孩昏迷后男人并没有转身离开 而是坐在一旁静静地等待女孩醒来的反应 看着女孩苏醒过来 男人热心上前询问他身体怎么样 没想到女孩立刻以牙还牙吐了男人一脸 只见男人并没有让他鼻青脸肿 反而还对这个大大咧咧的女孩十分欣赏 他一把扶起女孩用仅有的几块钱 买来些零食和女孩聊起了天 但他们的对话不是别的 而是一顿骂骂咧咧的护盾 临走时女孩给男人要来了手机号 让他回家后必须接电话赔他的精神损失费 男人哪里管他这么多 一脸不屑地转身离开 他是个十里八乡家喻户晓的收债人 凭借着暴烈的性格没有他收不了的债 每天不是在打架就是在打架的路上 甚至几眼了连路边的保安都打 他从来不给别人好脸色 但他却将所有的温柔全都给了外甥 虽然他经常把收债赚的钱给外甥买零食 但唯独他最看不惯的人却是他的父亲 每当下班回家他都会牢牢锁住房门 对着父亲就是一顿拳打脚踢 即使拳头被打出血他也没有停止 他认为自己之所以变得如此暴躁 一切都是因为传承了父亲不好的基因 这个男人拉起妻子就是一顿拳打脚踢 姐姐苦苦哀求弟弟上前阻止 可弟弟却让姐姐不要管 看到父亲拿起抽屉里的刀子 弟弟意识到不对劲急忙上前阻止 可等他推开门后 姐姐已经安静地倒在了地上 来不及多想他赶紧背着姐姐去医院看病 母亲担心女儿急忙上前追赶 可就在这时一辆汽车突然驶来 当场把母亲送去西北 虽然姐姐被他及时送到了医院成功获救 父亲也因此被判入狱15年 可这件事后弟弟始终没能原谅父亲 父亲出狱后他一不开心就对着父亲拳打脚踢 还凭借着暴裂的性格成为了当地有名的收债人 但热血男儿也有温柔的一念 他的温柔却全部给了姐姐和外甥 他认为他们才是他的亲缘 直到有一天一个女孩的出现改变了男人的一生 因为这个女孩从小也生活在父母无权的争吵中 一直都是母亲靠着在路边摆摊供一家人生活 可母亲由于没有交够保护费被一群混混掀翻了摊 母亲想要上前阻止 不料却被混混误杀 更不幸的是由于母亲当年离开得早 女孩的弟弟一直无所事事 每天除了要钱就是在打游戏 男人得知女孩的遭遇后认为他也是个可怜的孩子 没事的时候经常带着女孩出来散心吃东西 本以为幸福的生活正等着他 可这天回家后他发现 父亲由于对当年的事愧疚不宜选择了割腕自杀 这个男人每天回家都对着父亲一顿收拾 因为他认为母亲就是父亲害死的 如果当年父亲没和母亲吵架 姐姐压根就不会被刀子误伤 母亲自然也就不会被车撞死 然而有一天男人回家时 却发现父亲安静地躺在了地上 原来父亲由于多年的愧疚选择了割腕自杀 看着父亲离开 他急忙备着父亲赶往医院 即使他恨父亲害死了母亲 可他更害怕再次失去亲人 来到医院后他撸起袖子就让医生抽他的血 因为这样他就会报父亲的生育之恩了 护士健壮拼命拉住失去理智的他 好在由于父亲被抢救 及时并没有发生生命危险 这件事后男人约了女孩出来散心 他安静地躺在女孩身上诉说着自己的不幸 而女孩则像个姐姐一样告诉他以后 一定要善待家人 男人听后躺在女孩身上大哭起来 仿佛这时他也意识到了生命的意义 事后他找到了老板决定金盆洗手 可老板此时却让他再干最后一票 为了表达多年来的照顾 他最后还是答应了下来 来到目的地得知欠债人没钱后 男人并没有为难他 而是直接带着小弟转身离开 因为他还要去参加外甥的幼儿园演出呢 就在他们准备离开时 欠债人突然失去理智破口大骂 男人听后并没有理会他 可此时的小弟却不乐意了 对着欠债人就是一顿收拾 好在男人及时出口制止 阻止了悲剧发生 但就当两人准备离开时 欠债人却拿起石头敲了过来 即便男人被敲得头破血流 他也毫不在意 而是转身数落了小弟一顿 让小弟去拿卫生纸 可此时的小弟并没有递给他纸 而是悄悄从身后拿出了一把锤子 对着男人的脑袋就敲了上去 等到他意识恢复过来时 男人已经隐恨西北 看着倒地不起的男人 小弟并没有第一时间选择救人 而是拿走他身上的钱离开了这里 到了外甥演出的这天 姐姐和女孩在幼儿园门口等待 时时不见男人的身影 反而等来的却是男人的老板 演出结束后 女孩独自来到了路上散心 意外看到一群混混正在砸别人摊位 仔细一看 却发现带头大哥竟然是自己混吃等死的弟弟 愣头青一样的表情像极了曾经的男人 仿佛男人的遭遇还会在弟弟的身上重演 这部电影告诉我们 每个大人都应该为小孩树立良好的形象 哪怕是你一个不经意的动作 都可能影响孩子的一生 人生很短且行且珍惜 牛牛电影 带你走进电影世界